马尔要制造,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马自达目前的直列四缸柴油发动机有1.5升、1.8升和2.2升三种类型。 新开发的直列六缸3.3升柴油涡轮发动机是第二代。 与当前的柴油发动机相比,实现了扭矩和输出的提高,以及燃油效率和环保性能的提高。 引入各种技术和控制,据说第一代存在问题的因素被清除了。 顺便说一下,单引擎的规格就是231PS每4000到4200转每分的最大输出, 和500牛米1500到3000转每分的最大扭矩。 VXC模式下的油耗为18.5千米每升4WD。 MAV车型最大输出254PS3750转每分。 最大扭矩550牛米1500到2400转每分。 VXC模式下油耗21.1千米每升。 所以,新的直列六缸3.3升柴油涡轮发动机是如何研制的? 首先,排量提升到了3.3升。 但据动力总成开发部高级工程师Desok Gino介绍, 大型产品图的车级,所需的最大扭矩目标是550牛米。 能由VXC的消耗面积,可以通过理想的燃烧来实现。 为了覆盖它,我们需要3.3升的排量。 在日本,有一个很好的税收数字会很好,但我们不能用3.0升来实现。 所以,最终得到了3.3升,当前发动机涵盖的理想燃烧。 但是,新发动机设计位即使在140公里每小时也能实现理想燃烧。 此外,在4缸中可以产生3.3升,但这会导致震动等问题。 而平衡3.3升直列6缸,是实现我们目标性能的必要条件。 因为需要轴,并且直列质降低了机械阻力。 他说,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由于现在的直列4缸柴油机是2.2升, 看起来,3.3升的直列6缸的意义是1.5倍。 但据说,这些部件是推导出理想燃烧和性能的结果。 这款全新的直列6缸3.3升柴油涡轮发动机中, 上述提供的直式输出,有耗和环保性能。 而最重要的是,要实现燃烧的理想化。 即使是第一代柴油机,通过低压缩、PCI燃烧、运混等技术, 相对于以往的机型,也进行了各种性能提升。 但在燃烧效率方面,还远远不够理想。 柴油发动机在控制正时的同时,将燃料喷射到气缸中, 并通过压缩自发点火。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寻求理想的燃烧。 但在氧气和燃料分子适当混合之前,就发生了点火, 导致燃烧效率下降并产生PM。 因此,活塞是新开发的。 通过在活塞头上增加台阶, 建立了一种称为弹型燃烧式的新技术。 Shimo先生补充说,即使使用传统的柴油发动机, 控制时间和其他因素以精细喷射燃料。 但喷雾没有到达燃烧室,并且存在燃料局部集中的区域。 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由于无法保持空气和燃料的混合, 有时在远离活塞上死点的地方进行燃料喷射。 为了追求更理想的燃烧,而开发了弹型燃烧室。 实现了DPC空间控制预混燃烧, 通过在燃烧室中增加多级燃油喷射控制。 通过用两级燃烧室分隔空间。 物化的燃料和空气充分混合,提高了燃烧效率。 喷油证实也更理想,每充成喷油次数相同。 但喷油更接近上指点,燃烧效率提高。 这种新的燃烧系统是通过新开发的, 但有阶梯是活塞头的活塞实现的, 并且材料从传统的铝改为钢。 铁。 材料更换有几个原因, 但据说压缩笔的增加确保了耐用性, 并且由于它不会比铝膨胀更多, 因此可以抑制摩擦。 这些新开发的零件和控制装置 仅将发动机的油耗提高了8%。 在正常使用范围内增加24%的扭矩, 和功率的同时减少了NOX。 如此一来,令人惊喜的是, 它既实现了大约是现款CS3两倍的550牛米大扭矩, 又实现了接近19.0千米每升的12C模式油耗, 重量约为1900千克。